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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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來幾次啊 不要在那邊找什麼 冠名這種名義 感覺現在喬知道 不然你就跟同城義去主持好了 還是沒有感覺現在才喬到好了 是不是 現在才喬到 對啊 好像還不錯耶 現在才喬到感覺這節目超夯的 不是現在喬一下 他想來很多次 但是現在才喬到這樣 對啊 沒有 他很容易喬到 很直視 沒有現在才喬到 不要再來了 喬老師 他很煩耶 你還好耶 每次還都做一樣事情 不是 因為你上禮拜 你還請假 他上禮拜也來 我們還遇到他 他也來 他上禮拜也來 上禮拜有啊 說我們還有Sandy啊 我們在那邊煮鋼蛋 你忘了 欸 我跟妳講 我真的忘了 陳百祥 我跟妳講 嘿嘿嘿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喬老師 你來可以 不要再叫我們煮鋼蛋 而且不要再叫我們敬敗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要想一些別的東西啊 然後每次塑膠處罰 你是不是有病 你 我跟妳講 陳百祥 我跟妳講 喬老師 我跟妳講 你去給我拍那個什麼寫真集 怎麼過來發表寫真集都好 不要給我煮鋼蛋 我真的不曉得上煮鋼蛋 他如果今天要煮我就犯例 煮鋼蛋就算了 你每次都 叫我們做類似的事情 然後都一直在笑我們 然後又處罰我們 你是不是人格也分類 被人家霸凌過啊 所以第一part都要罵喬老師 對啊 第一part這部寫嘛 好 開場罵喬老師 罵喬老師 開場臭罵喬老師15分鐘 還臭罵 可能喬老師今天有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可能性比較低 喬老師來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有活動要宣傳啦 對不對 對啊 就是可能有 或者是被老婆趕出來啊 沒關係我們再來問他算了 我們再收留他就好了 好啦 還有我們先聊聊我們 因為我們前 去富山 對啊 我們前幾天 五天 五天前的噩夢 反正就是前幾天啦 我們就知道都在富山這樣子 大家有看到直播這樣子 對啊 然後應該每個節目 大家都有聊感想吧 我不知道 應該是多多少少 你不是參與很多節目嗎 不好意思 沒有啊 我只有昨天參與一下下 他們打電動 禮拜一我自己開場 我稍微講一下 但因為我就想說 因為之後每個節目 都會有影片 我不要講太多 因為我看我講完了 他們都覺得好不聊 我也都不敢講 因為我想說影片剪出來 大家一起看 我就只有講 有人喝醉的 洗腦那一段沒了 你說我嗎 你有喝醉嗎 沒有吧 等一下 我從下面拿一本 超大的筆記本出來 把我們第一天 第一個小時事情 開始跟大家講 首先我們先到的那個 那個機場 然後邰哥遲到 但你們不想要忘記 他有遲到嗎 他不是先到 有啊 因為他說他要先check in 大根下來跟我說 你知道邰哥怎麼東西 放在什麼車子上 我們都快急死了 對啊 他不是遲到嗎 他不是說他有先check in嗎 他就是明明就離很遠 然後還胡亂我們說 叫我下來 對啊 然後我們去樓上吃午餐 然後他們就說 邰哥已經到樓下 然後我們下去 他們就說邰哥上面找我們 對啊 就是一個一直這樣子 向走走 向右走這樣 青天冬天 小朋友說謊就是這樣 你現在說我在哪裡 我在哪裡 然後一直迷路 找不到這樣子 還是現在邰哥 其實還在復山 還沒有回來 還騙我們 他就回來 我回去了啦 然後就很冷 這樣 好啦我們可以稍微聊一下 那你們兩個聊一下 有節目的東西不要聊就好了 對啊 講自己感想 對啊你講你們第一次去復山 可能要撿很久 說不定撿到 可能撿到我們營出下一個外景了 這樣子好了 我代替復山的人問一個問題 問你們兩個 好啊 因為其實復山就是 對大部分人來說 就復山有點像老人家去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好山好水好風景 對我們這種年輕人 其實會不太想要去 那如果說像你們兩個 真的直接去復山 你們覺得最棒可以推薦給大家 是什麼 伊恩很好買 喂 騎腳踏車啦 騎腳踏車啦 騎腳踏車 其實我很想騎摩托車 可是可是 可是好像沒有摩托車 有摩托車啦 怎麼可能沒有摩托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沒有看到有人騎摩托車 有啦 有啦 因為那邊地比較大 所以大家會開車吧 應該是這樣吧 可是他們還是有騎摩托車 我們去看那個 盛氣樓的時候 對啊 它就有車隊啊 其實有很多 哦對對對 哦 重機重機重機 因為很舒服啊那邊 對啊 因為沒什麼車啦 然後天氣很好 然後路又很棒 對啊 好整齊 然後煙又好滿 那邊有靠海嘛對不對 有有 那邊其實是靠海的 靠海其實是很爽的 對啊 而且其實我自己還蠻 我自己還蠻喜歡復山的 怎樣啦 我剛剛突然喉嚨也 我剛剛以為你下巴掉下來 我剛剛口水嗆到 我不想要咳嗽 我就把他那邊 我自己還蠻喜歡復山的 哪一部分 就 我就覺得我昨天 昨天我忘記跟誰 然後討論到這一個 應該是在學校 但我昨天有上課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覺得復山其實是好玩的 可是我就是強烈推薦跟家人一起去 因為我覺得復山第一就是它是觀光的地方 對 然後它又有產一些水果什麼樣 然後又有海鮮嘛 所以基本上它的飲食的東西是很豐富的 就它飲食品質已經是中上等級了 所以你要在那邊就是你要在那邊吃的話 你就是你還不如就吃高級一點 我這樣覺得 因為我們那幾天吃的都還不錯 然後我會覺得吃下來的概念 我覺得至少 我們那天吃的超好 吃的超好啦 可是我又覺得就是復山的飲食品質是中上 然後再來就是它 像我們住的飯店也都有溫泉嘛 對 所以我就覺得你去復山玩的話 就是一個比較度假的行程 你就是吃好一點然後住好一點休息 就好了 而且他們住的 所以我覺得強烈建議跟家人去可能會比較舒服 他們住的好又便宜 對啊 真的超便宜 那時候我們不是有問說我們那一餐很精緻的那一餐 然後問他說住那邊然後含晚餐跟午餐多少錢 然後他們說是一萬三千日幣 蛤 這麼便宜 對啊 你們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走走走 出發出發 去哪裡 去哪裡 我好check in一下 走 黃哥小姐 走走走 出發出發出發 然後去哪裡 去隔壁麥當勞吃個東西 只是不成錄影而已 超美的 去那個永樂市場吃骰子牛 那邊真的環境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欸 其實我蠻喜歡的 而且那邊應該算是那種山有海的地方 對啊 而且重點是他也有市區啊 所以他山上的東西也產出來也很好吃 比如說沒有一些菜啊 還是什麼樣的 然後動物的方面也蠻好吃 感覺怪怪的 就是那些就是 可是我們也知道什麼動物啦 魚也是動物啊 魚不是啊 你今天到底是多飽啊 你是剛才吃到飽是不是 我先很餓 吃光光了 我先掏了飽 就沒有把麥芽在那裡吃完了 麥芽在那裡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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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剛剛講完 所以我們去那邊幾乎都吃海鮮嘛 因為那邊的厲害的東西 那邊盛產的海鮮 因為他們款待的賓客 招待來賓就是海鮮 可是其實那邊還是有很多 就是很有名的雞肉啊 牛肉豬肉啊 牛肉好棒喔 就實在很多 所以其實 我覺得去那邊其實應該是蠻好玩的啦 就是我覺得它有點像台灣的花蓮 對啊 就是去肚子 就是有機能 但是有漂亮跟舒服的地方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去那邊休息 就是放慢腳步啦 對 要放慢啦 好好想睡 就是好好的睡一覺 然後感受一下好的天氣 對 那邊的悠閒的生活 騎腳踏車 要不然這邊那邊騎腳踏車 我頂多 從我家騎去101吧 租U-Bike這樣子 然後就很多車 前面還有那種綠色牌子的摩托車 氣超多 我頂多從我家門口騎到樓下撿個會死 哎呦 好像還蠻 哎呀 越野的這樣子 跳那個 為什麼 因為你硬騎花鼓這樣子 那個 沒有話要洗樓梯 樓梯啊 樓梯啊 跳狗粒 超屌 越野 然後騎到警衛 警衛旁邊這樣 伯伯那個包裹等一下幫我收一下 還會騎上去 還會騎上去 還吃了 要煎車啦 那史白卡又在幻想 啊 腳好痛 哎可是 我們去富山這幾天 我都有抓時間泡溫泉 對 因為我都想說 不行現在來富山 而且那麼冷 然後又聽說他們的溫泉 就是真的是 很屌 就是溫泉 因為他們的溫泉是 屌到連痔瘡都可以治好的 這是日本人說的 不是又是我在那邊欺負六坦的 各位 然後我就想說我都要去泡一下 結果泡一泡腳 真的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因為又有喝一點小酒 腳又有惡化了一點這樣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打平的狀況 對 完全打平 沒有特別的進展這樣子 我真的有去泡到他們一些 那個比較熱的溫泉 因為我很喜歡泡很燙的 有一個大概75度 蛤 對啊 然後我一去就 太好了 然後我就在那邊 那一次窗口的毒 就都被他消毒消完了 戲劇哪說錯了 我連屁股都差點瘋起來了 也太厲害了 戴那個面具然後 噗噗噗噗 泡到屁股焊起來 沒有啦 因為我本來就喜歡泡很燙的 噗真的喔 我很喜歡 我不但能泡很燙的 我從小就喜歡 那真的 因為我們三個就會去 那個澡堂就跟日本一樣 就大家都拖光光 然後洗澡洗洗洗 然後就跑去泡這樣 然後他們一個去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都 站在岸邊 他們就是腳下去一下 然後下去就上來 然後我一下去說 噗 對了 然後我們直接 蹲在出水口 我們去了第二 應該在第二家還是第三家旅館 第三家 反正就最後一家旅館 然後還有兩個詞這樣 然後那個詞 他就寫硫磺圈 然後這個詞他就寫溫泉 就好像真的就是 那種 熱的 加熱的 反正就是跟硫磺不一樣的溫泉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那個就 他就寫75度 然後我就想說 75度 然後我下去泡我就覺得 我覺得沒有很燙 然後我就泡泡泡泡泡 我就去隔壁的池子 然後我腳一沾下去 我就說 劉坦你趕快過來 這是75度 然後我真的下不去 75度很燙 後來我還是有下去 可是我下去大概 兩三分鐘我就上來 太熱了 然後魯丹就在旁邊這樣 幹好燙 太燙了 燙不亮了 啊 燙了 太燙了 你在旁邊這樣 然後就不能 他旁邊會有一個那個造景 然後會有那個水流下來 我會在那邊淋那個水 然後那個水超燙的 然後在那邊淋那個水 你好厲害喔 然後我會說 我看不到大家眼盡其霧 這樣 我們在旁邊 啊 燙了 我覺得好舒服喔 他一旁邊潑我們水 就啊 燙了 真的喔 我會泡一泡腳 那還比較好 我是都沒有去泡啦 泡一泡下面都發紙 真的 我們泡到三個人的蛋蛋都很像那個 那個 怎麼講啊 就那種煮到過頭的那種 凍豆腐有沒有 就一夾起來都會這樣 這樣軟下來那種 真的 你們小時候有玩那個甩甩然後可以黏牆壁的那種有沒有 然後你黏了一個重重的東西 然後把它拿下來 你們的蛋好噁心喔 你們不要把蛋拿到 你們不要討厭我 這是你們的蛋 你為什麼在拿我面前很噁心 來 拆房子囉 很噁心 走開 走開 噁心死了 變態 催眠術 可是真的泡完還是蠻爽的 泡完應該很好睡吧 而且我們泡完我們就有換浴衣啊 然後我們就去 對啊 我們就去外面 然後外面就很冷啊 然後外面這個晚上要三四度而已 可是身體很熱 很熱 很舒服 你連在那麼冷都還會流汗 那你們泡完有喝咖啡牛奶 有 喝到煩了 真的假的 喝到煩賣機沒辦法找錢 還去買其他整宿的東西把它換出來 那時候我們經過看到販賣機我說欸有咖啡牛奶 然後他們說要幹嘛 我說碰 目前就是要喝咖啡牛奶 真的假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下來喝 然後我們下去就沒有人帶錢 然後上去拿錢 然後那邊投投投投 然後每個人喝就投一投就 欸為什麼不能按 你不能按 然後就啊沒有100塊可以找了 對 他就好像100元切這樣子 然後10元切 然後就去投錢投別的機器買別的東西 然後又淋了石頭掌 然後再偷一個牛奶 喝超多 然後旁邊都會有按摩椅什麼的 我有看到你們去按摩阿絲嗎 這個超好笑 這個我一定要講 就是那個時候他有一個腳底按摩 然後他就是那種機器 然後你腳踩在上面 然後中間有個凸的這樣 然後踩在上面 他就會震這樣 然後旁邊有兩隻腳的穴道對照表 然後後來我跟乳丹在那邊啊啊啊 然後我們覺得好像蠻爽 可是就沒什麼特別 他就只有震動 結果後來六湯就去踩 他就發現說 我們要去踩那個凸起來的那個點 然後你去對照那個圖 有沒有要去踩 然後他在那邊啊啊 然後就腳後根好痛喔 腳後根好痛喔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腳後根的圖 我就說 你腳後根硬一點很痛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然後他說為什麼 我說你知道腳後根對應的是什麼嗎 自創 然後他看了一下 他說左生殖器 我說錯 你看下面一點 他就看 致極 啊好帥喔 而且是腳這樣子有沒有 就腳這樣子有沒有 腳圖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他的腳後 腳後根這邊是寫 生殖器 然後這邊是致極 然後他按在這邊 然後他看那邊他還說 生殖器 我說不是 是致極 然後他在這邊一寫 算他是生殖器 我也不開心不起來 然後他就 老孩子 哪個怎麼那麼痛 真的很痛欸 真的很痛欸 超好笑 我刺起來 你根本沒那麼痛 可是我已經好了 搞什麼按摩器 可是你還是有自己啊 對啊 你曾經有那個病史啊 所以我前科就按得出來 對 前科就按得出來 很屌 又看那個隱藏性啊 不要怎樣 搶劫 然後按下去 喔這個也好痛 我還可以搶 小時候偷過給你 霸凌同學 喔 誇張 對啊 他們很愛按摩那些 他們都會去做那些按摩 我每一家的按摩都做 我真的不敢 我每一家都做 他有一個那個什麼 無重力那個 然後就現在在那邊按了 那個很恐怖欸 他下來的時候 連小腿都凹一個洞 什麼什麼 就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很大一台的按摩椅 然後他是 免費的嗎 沒有沒有要投錢 可是就很便宜啊 就是15分鐘 然後100塊 200塊這樣 喔很便宜欸 可是因為他很高級 所以其實很便宜 然後他有一個什麼 無重力什麼的 他就是你投了之後 然後他就是整個人 把你這樣 飛起來 就那個椅子會這樣 就你坐在那個椅子 然後椅子會這樣 整個整個整個 像一個碗一樣的 然後弄起來 然後就按按按 然後他有那個小腿啊 然後你的手跟腳 都是被包覆的 就他的手的部分 你就放在那邊嘛 然後他有一個這樣子 然後他就這樣 喔我幫你這樣按 喔好舒服喔 就兩個 然後腳也有 然後腳掌也有 就你插到那個 那個洞裡面這樣 然後他那個小腿 那個 那根本就是 什麼啦 這就是一個打動機啊 超痛的欸 它超大力的 而且它是會旁邊先 它不能調大小嗎 其實可以 但我不會調 因為都是日文 它就一套的 對 它旁邊會充氣嘛 然後把你腳固定中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 兩根這樣子 噗 然後這樣壓你的小腿 然後我在那邊叫 然後他們兩個就說 太誇張 我說沒有真的很痛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在演 結果下來的時候 小腿這樣嘛 還不是那兩個凹陷 對啊 他們都 看著你的小腿有很多 你害怕了什麼 真的 超大力 超大力 我都我才不要上去欸 我小腿凹兩個洞 誇張死 蛤 你們都有去按喔 我都沒有去欸 我們就是抓 我一進房間我就沒有出門了 我們就犧牲睡覺時間 去搞一些用的 我們都是凌晨兩三點在那邊按 欸 按到四點回去睡覺這樣 對啊 好累喔 我們還在那邊喝咖啡 我們來招待 真的 誇張喔 然後那邊打掃的 你一直在那邊 就想說我們到底怎麼做 才要離開 欸可是你們有發現 日本人真的有點誇張欸 就是平常我們出去旅遊 通常都買了什麼 早餐是十點半最後ending 然後我們住的飯店 都是八點半就結束了 然後重點是八點半呢 我還 有的時候七點半 我還在睡覺的時候 外面就已經開始有阿姨 在打掃 在吸塵器 哼哼哼 我想說這幾點了 七點半你就在退房 你太扯了吧 日本人到底發生什麼事 趕啥就快我們要在天亮前退房 就很趕這樣子 可能他們住那邊都很早起 然後真的就出去了 對啊 看一些早上的風景之類的 我覺得有可能 而且因為他們早餐 也是好吃到不得了 不得了是真的很精緻 我這輩子還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早餐 這麼誇張 這麼誇張 我是說核食系列 喔核食系列 因為你沒有吃過其他的核食系列 因為我沒有吃過其他的 因為我跟六炭其實是 我們的早餐飲食是比較洋派的 喔 你很喜歡吃薯條的一些 不是啦 就我們早餐比較 也太洋了嘛 對啊 你不是自己講洋派的啊 你的思想太狹隘了吧 洋派就是薯條 美而美 美而美系列 美而美也算比較洋派 美而美也算洋派 但還是台啊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習慣那種早餐 可能會 蛋啊 蛋啊 然後喝咖啡 吃滷汁吃麵包這種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 他就說是自助式的嘛 buffet那種 然後我們就很期待 我們下去看 結果看到都是和食 然後我們想 蛤 這種吃不是很習慣 然後我們還一人拿了一塊麵包 我還拿麵包 我還拿沙拉 我還拿就是 然後拿六成 結果後來 麵包完全沒吃 他不習慣 那太好吃了 麵包完全沒吃 我們拿了什麼 納豆啊 明太子什麼的 狂吃 very good very good 然後他有一個很經典的 因為也 因為在台灣你也不會有機會 就是吃日本料理的餐店 然後你會找早餐啊 哪一家人在 比如說中校東路上面 開一家日式早餐店 大家排在 我要那個納豆 然後就前面 沒有人這樣賣啊 對啊 所以也很少機會吃到 他們最驚人是有一個 有一藍蒸籠 然後他們寫溫野菜這樣 然後就是 高麗菜跟南瓜還有紅蘿蔔 然後他就什麼都沒有加 就是真的 不是真的假的那個 是真的 steam 有煙霧的酒 超級好吃 真的 就甜甜的 就甜甜的 喔真是 很厲害 那南瓜好好吃 好好吃 野菜 野菜好吃 真的 我還有吃他們的烏龍麵 好吃 那個炒烏龍麵好好吃 講不完啦 對 而且重點是 他們的那個好山好水 所以他們的米 也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 我們那時候一下去 然後陳百祥就說 你要是你趕快吃那個飯 那個飯真的好吃 我還想說 沒Sense 直接早餐吃飯 沒Sense 結果裝一點吃 想說我早餐吃 八萬飯 結果沒Sense的是你 我狂裝飯 旁邊還有類似布拉伊的 沒有布拉伊的 對啊 我只怕 布拉伊是一條人啊 我一進去還想說 布拉伊這種不應該 大家一直在吃的東西 你看日本孩子 真是沒事 裝一點點好了 又是 啊 就 病靈絕腫嗎 超扯 我兩天早上都拿那個飯 跟布拉伊 但我沒有拿很多布拉伊 大家布拉伊還不是不要吃太多 布拉伊跟溫泉蛋 然後還有米太子 然後撒一點蔥花這樣 然後把它拌在飯裡面 哈哈哈哈哈哈 taste like heaven 超級好吃 對啊 真的很好吃 那家的早餐是真的蠻好吃的 感覺也很健康 對啊 很健康 早上吃那個野菜我覺得很棒 早上吃那個野菜我覺得很棒 因為營養就很夠了 對啊 下午就不用吃一起來 光講吃就吃不完 可是其實因為我們其實 比較能講的也只有吃的啦 因為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跑來跑去 然後大家都在拍片啊 不是拍片 大家都在拍啊 工作人員 對啊 就那幾個啊 然後大家都 但是吃東西印象還蠻深刻 對啊 我們幾個人就算很輕鬆 因為我們一有空檔就 躲起來 躲起來啊 然後去旁邊就 那狂抽煙啊 狂吃冰箭烏龍蜜 不是啦 狂吃不辣魚吃到冰箭烏龍蜜 對 可是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其實我們也沒有什麼時間 就真的欣賞 或是去逛逛哪 對啊 但是我覺得之後影片應該會慢慢的 出現 對 慢慢的出來 所以大家就可以尋尋尋尋看 期待 期待 真的真的 對啊 是的 好啦 有機會應該還會跟大家聊 一定會聊的 影片出來就會再跟大家聊 如果哪天在東區的酒吧 遇到我的話我再跟你們聊 講好像真的是有機會在幹嘛 對啊 來 我請你喝一杯 我跟你說 我神氣富山 我可以說 哇 那個螃蟹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吃 那個螃蟹好誇張 怕那些日本人都覺得 你真兇爆了 我連螃蟹都不會吃 因為我們都吃得超不乾淨的 拿筷子一直戳 如果有人不說聊一下那個螃蟹 聊一天就好 後來我又還他 他們就沒有給其他人吃 就那個時候我還以給其他人 真的假的 是指誰 你說的其他人是指誰 放回大海 放回大海他都燙過了欸 開玩笑 是其他的客人 不可以不禮貌 啊 那怎麼辦就丟掉 早上我們就吃到中鮮回來 我就是中鮮回來的啊 你是因為吃了螃蟹才能 我覺得我是啊 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從第幾天開始就過了 我從第三 就是我們吃完螃蟹那天 我就整個被是紅疹 蛤 真的假的 我看看 現在已經快好了 你還真的要給我看 你怎麼不吐槽我 你吐槽不是會吐槽我的嗎 因為這是真的啊 螃蟹那天的量真的是太多了 那天真的太猛了 那天沒有 然後海裡面漏出來的東西 以外的東西可以吃 那天只能吃海鮮 太痛苦了 可是那些海鮮真的很誇張 是真的很誇張 應該是我這輩子吃過最誇張的 而且它還是抓的 就是野生的 還不是養殖 我那天吃的感覺就好像是 去吃那種 沒事餐廳吃到飽 然後就只能拿一些 什麼漢堡什麼幹嘛 然後就只能狂吃那些 然後沒有任何菜的感覺 對 沒有其他東西 然後那天就是全部都是 螃蟹超大吃的 螃蟹啊 魚啊 螺啊 扇貝啊 而且我自己很少吃那些 海鮮 我幾乎都沒吃海鮮 那是什麼 他們不是有一個巨大的福壽羅嗎 對啊 不是福壽羅啦 福壽羅 福壽羅 你可能外來種 鳳羅 日本鳳羅 他們說那個只有富三的 那真的超大 我就是看那個看到我害怕 你們知道有多大嗎 只要兩顆放在便當裡面 就可以當主菜了 超大 真的超大 我跟你講兩顆都放進一個便當盒裡面 不是 那個三杯很大 我三杯一舉起來 你就看不到我的臉了 那個三杯你們有吃到嗎 結果到時候看照片 潔玲臉這麼小一個人 潔玲臉一拿槍前面的人就瞎掉了 啊 可是真的很大 看不到我的臉 真的都很大 很大 真的都很大 真的很大 你看那個屋賊 屋賊 那個屋賊大概跟 超便宜的 日幣 日幣 所以台幣就大概四五千塊而已 真的超便宜的 開始玩笑啊 四五千塊買 那屋賊我都可以 喔 吃一個月 大概可以吃兩個小時 超快 欸 對啊 很便宜 吃完全家都會吐沫的狀態 毛蟹也是 我們有在台灣那麼大的毛蟹 可是我沒有吃毛蟹 這麼大一個 就這麼大一個 就是台灣不是都會綁起來嗎 它綁起來大概就這樣 就是大概一台PSV塔的大小 而且它的毛 那毛就綁起來就是一個 用什麼主機來講 是一個PS4的大主機 就很大很大就對了 就是一個 小筆電的大小 就是一個兩千年版的PSP 再厚一點這樣 那還比PSV塔小欸 大概跟一台PS4一樣 對啊 大概跟巨子強盛的頭一樣 到時候家俊如果這裡剪金華 就放一個毛線 然後放一個巨子強盛頭 哈哈哈哈 而且那個毛蟹 台灣的毛蟹的毛都是那種 那種 很柔順的毛有沒有 他們那毛蟹的毛都是那種 阿尼基的平頭那種毛 很刺 但毛很硬 然後都好像很粗這樣 他們抓到都是軍人版 這麼大一個 又壯又平板 然後一隻毛蟹 我印象中那時候看到價值 也是500 不會很貴 就一隻到500塊 所以台幣好像也是差不多 不到200塊 總之就是都很便宜 500啊 我記得是500到600這樣 之類的 總之很便宜 然後很誇張 然後我們幾次吃 我這輩子沒有吃過這麼多沃壽司 這倒是真的 不聊了啦 反正這兩天 我這一個月來不會再吃日本料理 我應該也是會吃 我受不了 沒有辦法受不了 待會就去喝個Sake好了 Sake可以喝 就可以就可以 第二個是 第二個是我們的 你們出了那個貼圖了 昨天有給大家看 真的是 老師 有啊 絕對有發現 因為是幾經波折 因為大概已經 審核了三個月了 哦 大概 我八月底地的 八月中就已經送審 這樣 然後一開始是 有一些問題啊 我們就改 改了之後 就再送回去 然後他又說 你沒有給我 文件 證明說 就是反權這樣子 可是我想說 那要怎麼證明 就自己的東西 要怎麼證明 對不對 後來我就私貼我們的粉絲團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們是幹嘛幹嘛的 跟他講很多 然後送了之後 然後一個月不理我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啊 都九月底了 都不理我這樣子 後來就有人 就觀眾很熱個心 就幫我找說 是不是這個問題啊 然後他們就貼那個 line貼圖的公告就是說 他們好像 從九月中 到某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送審的那個東西 他們資料不見了 蛤 對 然後我就 蛤 所以是完全沒看 對不對 後來我就 就只好再送一次 然後再跟他們講一次 然後就終於 然後再跟他們講一次 真的是經歷了 激情搏距 因為這個幾乎是我們最常被 就是問到的問題啊 就是欸 你現在很多 事況主義也有出啊 什麼的幹嘛 你們有沒有考慮要出啊 已經考慮一年了 出了出了 大家趕快去買 考慮了一年 然後 審核了三個月 終於出了終於出了 大家可以去買 對啊 我已經看到很多人買了 真的 朋友們之間已經看了 今天我媽突然傳了一個貼圖給我 然後我打開來看的時候想說 不會是買了我們的貼圖了吧 這樣也太尷尬了 結果打開來是LINE的內建的Call me 這樣 我就說好險 結果打電話給我媽說掛掉之後 她就傳了一個早安早安給我 我這樣拿過來 你媽好流行喔 真的 我媽竟然知道 我媽媽也有傳給我 真的喔 屌欸 還不錯啦 因為我們會希望就是用一些 就我們比較會講的 然後也要算蠻實用的東西 對啊 就好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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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是最好 因為大家都會瘋狂用 耶 其實我覺得還蠻實用的 沒錯 今天開始 現在才知道開放訂閱 恭喜大家可以訂囉 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之前是每一個節目 都會開放訂閱一個月六十塊 才知道 是喔 對 才知道後來才 就是最近才開始可以訂閱這樣子 喔 對 訂閱可以幹嘛呢 訂閱就是你會有 你看他們前面有一個頭圖有沒有 訂閱就是前面會有一個頭圖 喔 所以剛剛有一個木藥式的頭圖 就是他們裡面有一個頭圖 還有什麼 對 反正有很多頭圖 他們可以自己選擇 有沒有 像那個就是滷蛋當家的 然後爆爆的 到現在還沒看過才知道的 有啊 剛剛有才知道 那黑熊是誰 黑熊好像是 黑熊是預設的吧 對 他們自己本身預設的 嗯 哎唷 對的 然後上面寫說 有訂閱的觀眾 未來會有許多機會 可以獲得好看 看到了有了 宅 宅 是不是宅 搞不好之後 一些比如說 活動還是幹嘛 說不定就有可能先從 對啊 都是從訂閱乾爹確選啊 並就是這幕的乾爹嘛 是不是 對啊 所以說以後 譬如說像上次我們在外景 才知道外景 就可能先從一些乾爹開始挑進來 讓他們來參加 對 反正就是有訂閱的人會有好處 也不錯啦 而且節目也常常會弄到一些 小禮物嘛 對啊 乾爹就先拿了 先拿是不是 乾爹先拿兩台PX回去 太多了吧 真的假的 幫我們把我們壞掉PX修好之後再送回 喂 乾爹要攻巨人 沒有錯 而且兩台送出去 你們修好之後要三台回來 再要三台回來 壞血 還要自己付錢 付一台的錢告訴我 學長就丟十塊 趕快去幫我買個紅豆麵包啊 然後學長 然後學弟就說 學長 可是紅豆麵包二十塊 我說我要給你足夠的錢 去買麵包嗎 好兇喔 帥欸 然後丟十塊了 幫我買個紅豆麵包跟牛奶 還記得找錢回來啊 還要找錢喔 結果我學弟回家自己 自己擀麵 然後做麵包 還自己弄紅豆麵包 然後學長吃了就哭了 說真好吃 這也是兩百萬千的手機 什麼好吃 然後說 因為是這個 然後拿出來發光 然後湯腫這樣子 然後變小湯 現在的機會 學長又哭了 學長 喔 口子 然後飛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一個勵志的故事 超煩 超中的 浪費超多時間 搞什麼啊 好啦 來 來來來來 刺客叫條武器實作 Q影片 我有看到這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還蠻窄的這個 但這就是它 它們在一個螢幕遊戲 陳氏 你 你 奧拿 他都 陳氏 哦 陳氏這東西 這東西放哪 不要玩 不要玩 陳氏啊 那個 嗯 全部拿來的 你 尤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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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팬 快點 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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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